Vogue T-Hall 我是現任於巴黎Dior高級定制服的打板師曼曼 今天受到Vogue邀請 要帶大家來看看大稻埕的路人朋友們都是怎麼穿衣服的呢 Hello 我是珊珊 我是一名雅花師 主題的話 主要是以這件衣服為主 那它是我媽媽做的衣服 然後因為它比較亮 比較像是萬花筒的感覺 所以我搭配的單品就是會比較素一點 帽子的話是一個選品店購入的 然後髮夾的話是我自己手做 耳環的話也是我自己手做的 只要看到是這個風格穿著的女生 絕對不要惹她 因為這個人她非常講究 聽她的介紹就知道全身手做 她很在乎各種用心 或者是突然變成心理分析 然後這件的話 她是比較特別一點 她的布的材質非常的透氣涼爽 所以可以在這麼炎熱的夏天裡面 還可以穿到她 因為我自己有一點點駝背 所以只要搭配洋裝 我很喜歡就是使用領片 它不僅可以增加層次感 也可以就是加寬你自己的線條 我也有注意到一個細節 是我個人很喜歡的 是她有第二層洋裝 有看到嗎 就是她的第二層下擺 有露出一個大概五公分的花邊 穿在裡面為了露出那一節 你就知道這個人為了出門她有多用心 襪子的話跟鞋子其實也是有多點小小的搭配 那鞋子的話是在台南的零百貨 一間叫做偷情好穿的一個品牌 包包的話 她是我特別向我一個藝術家朋友的品牌訂製的 她的品牌叫做荒原製革 那時候就是有特別跟她說我想要一個漂亮的弧線 她真的做到了我的要求 我真的非常喜歡 她一定是非常喜歡植物的人 連到襪子都有小花邊 就是即便我個人不是這種小花小草系列的風格 但是她有她想要的風格 這是我很欣賞的 我叫鐵真 我職業是皮革學徒 那我今天穿的風格比較偏 阿美卡吉 阿美卡吉的話其實就是 美式休閒風格 那我自己蠻喜歡印第安人的文化 所以我今天穿的概念有點帶入印第安民族風的感覺 我說真的第一印象啦 你穿這樣會不會燙 我覺得她很厲害 這次的話是我在澳洲買的 它也是澳洲的牌子叫MWG 我覺得她蠻特別的就是她會做這種三封造型的 它也是前面口袋這邊都有做這種 背面也是有做三封造型的 我覺得很好看 然後經典的珍出扣 褲子呢是Device的523 然後鞋子的話是 它是墨西哥的手工鞋 牌子是Armark 那她的襯衫的話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嘉獎 因為其實她挑襯衫 挑的尺寸非常適合她的體型 比例很好 帽子呢是澳洲的牌子 然後當初我是在澳洲買的 我那時候在買的時候 它其實是 原本是沒有這個帽帶 然後我自己去做一些裝飾在上面 對 這個繩子的話呢 它是我拿來掛帽子 它可以 這樣子固定帽子 對 我覺得蠻驚訝的就是 居然有一個這種吊飾存在 我不曉得這個配件是 有人在出產嗎 還是說它自己發想的 但我無論如何 我都覺得超酷 因為說真的 這個我原本以為只是一個大型的鑰匙圈掛師 像是髮邊啊 就是我去看這個印第安人 他們都會綁那個 其實他們會綁辮子 然後會再加一個這個 髮邊然後留書 就是那我自己做 這兩個Huff是 我們台灣排灣族的一個藝術家 他做的手工藝品 它是有點像是樂器 印第安人在跳舞的時候 他們會拿毛跟盾 然後他們毛跟盾上面會綁一些 可以發出製造一些聲音的東西 像這個東西 它就是乾燥的果實 然後會發出一些 比較Nature的聲音 然後他們跳舞的時候就會 就是會用到 然後跳的時候會發出聲音 這個人看得出來 他很希望人家來探索他 例如說他手上拿那個配件 那個會發出 Nature的聲音的配件 他不是說 喔 排灣族做的 我覺得很酷戴在手上 我不是只是要單純 讓你覺得我很酷 我是真的喜歡這個文化 我覺得這就是 傳達的最高境界 哈囉 我叫王萌 我是耐吉利亞和台灣混血 我現在目前職業是做餐飲業 然後我自己有在做Model的工作 我今天穿的上半身就是比較合身 然後下半身穿比較寬鬆的牛仔褲 打造一個比較A字型的穿搭 它整體感其實給人家蠻沙的感覺 但是又叫王萌 然後聲音真的還蠻萌的 我就聽聲音就覺得 這是一個蠻可愛的人 我只是想問說 那一串鑰匙會不會太大穿 那我今天會用這個Oakley的眼鏡 是因為我今天全體穿搭 都會想要製造一個比較復古的感覺 所以我的眼鏡會選這種 Oakley比較經典的那種圓圓的眼鏡 上半身是我在Singed Street挖到的寶 然後褲子是Jade London的水洗得仔褲 鞋子是Banger的小羊皮的衣鞋 那我包包是選用這個托特寶 它是咖啡色的 跟我的鞋子做到一個呼應 它有一雙長腿就是已經贏一半了 超爆好的駕馭這條寬版牛仔褲 男生比較要注重的是 上半身不要穿太長 希望大家可以避免穿那種 過膝蓋的不到七分褲 過膝蓋的六分褲 對我來說我覺得只有這個先避免掉 然後我今天飾品是選用一個品牌 它叫瑞士 然後再來手錶是Caseo的比較復古經典的標款 我覺得其實戴手勢對他來說很加分 我知道最近比較多人在做黑人湯 但其實我用這個髮型也應該四年左右了 那我也是自己DIY自己用勾針自己勾的 很多人都很羨慕這種黑人電捲頭 可是它是完全天生的 一定要天生才會有它的那個Q度跟硬度 我叫Laro 然後現在是一名全職的KOL 大家好我是Jasper 那我的職業也是一名全職的KOL 我們今天的穿搭風格 是走比較學院OL風的感覺 這裡看應該就是一對可愛小親戚的KOL 今天穿的白襯衫是來自品牌ITZ 然後領帶的話是愛馬仕 褲子的話其實是自己做的 然後前面這個西裝褲的部分是 我爸年輕時我阿嬤買給他 然後他一直捨不得穿放在衣櫃裡 他本來想丟了我就說沒關係那給我吧 我就把自己也穿爛的牛仔褲 就是拆解然後紅在一起這樣 這個褲子我非常的喜歡 其實我首先有點好奇啊 因為其實我蠻想在現場 因為我想知道它怎麼脫 就是它前面褲當是怎麼做結合的 就是很明顯它是用西裝褲的前片 然後加它自己牛仔褲的後片合起來的 蠻好奇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搭配很有型 就是很有設計感 如果有我的尺寸我會買 那我今天身上這件Oversize洛肩的套裝 是品牌威廉威 然後這個領帶是上個月去 義大利羅馬旅遊時在古卓店購入的 關於這件西裝呢 我必須說西裝非常好看 絕對有修飾它的身形 因為它的臉型是小小的 它如果在窄肩的話 我現在看不出來它肩膀到底多款 但是它加了這個就稍微比較 然後男子氣概縫跑出來 然後這一件 夾兩件的四腳褲是品牌SIMPLE PROJECT 這個包包是品牌DRAKUMAS 剛剛瞬間看懂了 就是他們的CUPLE穿搭 不只是領帶 跟夾兩件的褲子 它是要呼應他男朋友的 一樣是兩個褲腰頭 那腳上這雙分子鞋 是我第一次買的分子鞋 那我覺得它其實穿起來 我覺得比想像中的還要好走 分子鞋我自己也有 分子鞋可以立刻讓你身上有個重點 就是讓你的皮鞋就是不無聊 其實它這一雙有出一個高跟板的 然後我也曾經一度想購入 那讓我卻步的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看到一些就是 日本男牛郎也有穿 它現在這樣搭 就是像他說的學院風又有型 確實完全符合他要的 我日以內平常都在做會計類的工作 因為今天早上主要是 跟朋友去昭和風的女僕咖啡廳 所以就會搭比較 稍微復古一點點的感覺 上身的兩件網紗是穿Normal Market 這個是有點荷葉的感覺 那因為比較想要日系的感覺 所以它下面擺的部分 也蓬蓬的 首先我第一眼看到這個女生就是 它是雙層透膚的 因為其實它的黑色背心也是透的 它是有做顏色上的搭配 因為它不是為了透而透 它其實就是為了不要透而透 小女友風 好可愛 然後裙子的話是 網拍ATT2015的針織裙 這個包包是Malzi的老花包 波士頓包 因為它也很搭今天的復古感 所以我就把它帶出門 然後飾品的部分是Goldy的飾品 它是我蠻常買的一家日本的飾品 它很聰明挑選的色系都是非常適合它 以及它臉小小的皮膚白白的 其實穿著我們都蠻好看的 襪子長度的話我可能會稍微短一點點 或是再稍微長一點點 短一點點的話可以露出它腳踝的線條 嗨 我是Angel 我是多明一家的台灣混血兒 我是一名音樂創作者 因為我平常看起來就是很難清淨 就長得特別兇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選擇了黑色的外搭 來當作就是我冷酷的外表 然後紫色 紫色是代表我心中的悶燒 我今天也是搭配粉紅色的外表來 顯現我柔軟的內心 那我的皮膚你可以發現 就是上面它有這個墊尖 它可以讓我的上半身 就是整個有倒三角的一個比例 然後特別是這個項鍊 它是龐克樂團 Sex Pistol 樂團成員Seed的標誌配件 然後它就是真的是一個鎖頭 每次傳托都是真的要拿鑰匙搭進去 把它開然後再拆寫 我不知道觀眾從畫面上有沒有辦法 看到或感受到 他講話其實是 有點隨便隨便隨便 但是只要聽到音樂兩個字 他眼睛是發亮的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喜歡一件事 然後把它帶到你的生活中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後這個包包是我女朋友自己瘋的 手瘋嗎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抱紋 所以我就請她幫我親手瘋了一件 所以這個包包對我來說就是獨一無二了 女朋友親手瘋了 很不愛嘛 怎麼會做包包啊 太感人了吧 就是反正包包不管她長得怎樣 我都覺得那個心意就是一百分 然後爆紋其實就是要展現她悶燒又狂野的內心嘛 所以一定是很合她的意 以上就是這支大稻埕穿搭 我滿驚訝的 因為我以為 就是全台灣都在穿瑜伽褲 或者是機能服 或是登山裝 但是這些人 每個人有自己的風格 有自己的喜好 然後有自己想要傳達訊息 你每天穿衣服或出門前 你還會用心去想這件事情 我敬佩 謝謝VOGUE的邀請 我是曼曼 下次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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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